中老年男人的整容前 还真是挺好赚 自鲜肉之风兴起 直男们嘲笑吴亦凡 大战蔡徐坤 讨厌丁真 但嘴上不屑的他们身体却很诚实 2020年中国新白领消费行为 研究报告显示 男性占一美人群的30% 当女性对男性的评价体系中 学历、财力逐步让位于颜值 男性爆发外貌焦虑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然选择 也难怪男性一美被多方看好 被视为下一个千亿市场 男性一美消费者 主要由四类人构成 演员、学生、白领及高净值人群 高净值人群 以中老年男性为主 人到中年 事业有成 钱与权都握在手 唯独青春不复返 中老年男性的一美 年轻化是主要诉求 马东哥眼带 罗振宇直发 高晓松瘦身成功后 疑似做双眼皮 男性大V 人到中年突然开窍 走上了一美之路 直发及抗衰老项目中 中老年男性群体是消费主力 为避免走在街上 被问是不是和女儿逛街 中男们纷纷直发 去皱 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些 另一原因是来自事业上的焦虑 不少中年男性选择走进整形医院 重塑自我再创辉煌 虽然男性一美占比低 但平均客单价是女性的2.75倍 她们只求一次谢绝所有诉求 例如选择直发一劳永逸 在消费习惯上 她们信奉贵的就是好的 马东哥眼带花费据说高达6万元 其实只花1万左右就能拿下